全国110所原住民重点学校的校长 今天一起齐聚在台北开会 很多校长都非常关心 要如何提升原住民学生基策的表现 也有人提醒 家长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 国中基策考完了 都会区前段成绩的孩子 关心的是差几分可以上第一志愿 但看在偏乡的原住民校长里 真是五位杂成 因为一直以来 原住民学生在基策的表现实在不太好 原住民地区 是从幼稚园开始 就有显见的一个教育能力的差距 所以他从国小一直到国中 如果要把基策提升的话 是真的蛮辛苦的 过去基策总分300分 原住民学生的成绩平均落在60几到70几 这几年教育部的携手计划和民间团体进驻 整体成绩略有进步 不过幅度很缓慢 只有1到2分 台东县长宾国中校长高清德分析 这和家长的态度很有关联 偏引地方的学生的家长 对学生成绩的这个 这个企图心很低落 所以在这方面 学生的成就很难得到家长的一种肯定 有校长认为如何改变家长态度是关键 而要提升成绩的不二法门 就是增加读书时间 也有人建议既然原住民学生要以基策 分发进入公立学校很难 倒还不如多多利用免试 申请或推征的管道 协助孩子升学 检浅会 陈昌伟 台北报导